现在所在的这个挂台山是位于我们甘肃天水的麦基区 麦基区大家一听麦基 麦基山对吧 它呢和麦基山同属于一个地区 为何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天然的S型 那福西当年就是登高望远 看到了为何的这个天然的S型 所以福西有感而发 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阴和阳来解释 比如说天黑天亮 比如说一天一地 比如说男女 比如说春夏秋冬 实际上很多自然的现象都能够用阴和阳两个极来进行解释 所以当年它也是有感而发 在这突然动物 就觉得万事万物都能够用阴阳来解释 然后呢又从这个阴阳两极衍生出来了先天的八卦 就在哪儿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个挂台山呢 它的海拔高度是1300 36米的海拔高度 相对高度 从底下登上顶呢 我们这一段是170米的垂直相对高度 从下面那儿呢 一路要走很长这样子的阶梯 就是从山下 一路走很长这样的阶梯 一路往上走 我们从这儿就登上去 在这个山巅上就有一座福西庙 我们也能在山巅上看到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据说就是当年福西观察我们为何水流向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登的这个阶梯 大家有没有发现 登的阶梯的上面虽然是现代才修建起来的 但是呢它上面给大家用了这个阶梯和阴梯做出来的这个八卦的卦象 看到了没有 什么是阶梯什么是阴梯呢 就是我们的八卦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那个长条短条的那个横线 那个呢称之为窑 窑呢就是两个叉叉那个窑 阳窑呢就是长横条中间不断 阴梯呢就是这种短的中间会断开的 这种窑呢叫阴窑 我们阴阳和阳窑 它有六条 这六条呢可以衍生出来非常多的卦象 我们现在看到的六条阴阳窑衍生出来384卦的卦象 这个呢是由文王 周文王在3000年前 他被商周王囚禁在了我们现在的河南游离古城那个地方 他呢通过福西的先天八卦 那个时候呢只有三根窑衍生出来了六根窑的更多的变化 就有384窑 这么样一个更多的变化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384窑其中的一种卦象 每一个都不一样 进到福西庙之前啊我们这上面就是福西庙的呃大门了进去之前呢大家可以到这个位置来刚好有一个小型的平台 这个平台就可以观察到周围的山势以及河流的走向 那当年呢据说福西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河水在这个位置呢拐了一个S弯 然后呢有感而发 创立出来了阴阳的太极这种说法 啊就在这看 当然我们在这呢还可以登高再望远 那高呢还可以登到那上面 这呢也是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平台 人们把福西庙就修在了这个上面 前面呢有几个字写着挂台山 里面的庙宇呢是修建于明朝中期 但是我们会看到挂台山的大门已经是红砖大门了 这个已经是现代在这重新建起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登山步道以及四周的这个围栏都是现代建筑 我们要从这一路再往上走 还要再登一小段才能达到福西庙的庙宇当中去 这一片就是三阳川了 两条河流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渭河在这呢形成了一个大大的S型 但是我们现在这看不清楚 今天的能见度不高 周边这呢其实是有一个补墙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或者叫宝墙啊 补墙这个墙呃来从这一路往外呢延伸很长 把我们整个福西的挂台山围成了一个补子的样子 这个地方叫什么门呢 跟大家说一说 它可是叫五门哟 我们只有哪里才叫五门 故宫里面才有叫五门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也是 所以福西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堪比帝王 甚至呢地位会比帝王要更高一些些 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五门的左右两边 您依然可以看到一座钟楼和一座鼓楼 这个呢是古代庙宇里面的一个标配 啊 城中木谷 所以一边是钟楼一边呢是鼓楼 这些呢都是保留在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了 这个地方呢就是福西庙的一个大门了 上面呢写的是混沌史畔 也就是说当年 福西用阴阳 啊用太极 来分天下 混沌史畔 在他之前很多人呢都是不太了解我们自然的这些现象 从福西的这个时候呢 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 有一些自然现象 我们呢都能够清楚的知道他 所以混沌史畔就从他这儿开始来 进来以后呢其实我们能看到里面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四合院式的这么样一个古剑群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五门 这儿呢其实是个过厅一个门 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其他殿余里面的一门一样 您走到这儿来了呢整理自己的衣冠啊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也整理自己的心情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进入到福西庙里面来拜业他老人家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五门正门其实也相当于一个移门 这么样一个作用从这儿登上来以后我们跨过高高的门槛就进到了内部的四合院式的这么样一个庙宇 它只有一镜 咱们这边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古碑以及现代的碑客四合院东西呢朝房 前面呢是坐北朝南的镇殿 镇殿的左右两边分别会有两块碑 这个碑呢外面的碑楼是后期修的 但是里面用玻璃罩着的这两块碑是原碑 一块呢是来自于明代的 一块呢是来自于清代的两块古碑 它们分别都是我们福西庙的一个修建的祭祀碑 我们这里面除了看这两个碑之外呢 里面会有一些参天古树 这些参天古树年龄呢有六百多年的七百多年的八百来年的 这些参天古树基本上来源于宋代以及元代 还有呢就是明代这么样一些时间段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古百 说明我们福西庙的年代绝对不会 只是明代那个时候 明代那个时候已经慢慢没落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从明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都是作为福西祭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咱们先进来看一下福西的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福西的像呢 是一个金身塑像 外面同样是穿的是树叶 福西的时候还没有衣服 什么时候有衣服了呢 大家可能去看一些造像 包括福西神龙也就是三皇时期 实际上它是没有衣服的 到哪个时候有衣服了呢 到了皇帝时期了 也就是三皇五帝炎帝过了以后的皇帝时期